请各位把清单我放在甲班里面 所以当然 如果你要按照顺序一定要有个清单 不过这个清单理论上有的时候会放在工作表里面 但有些时候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不想要放工作 因为我想要放在 程式里面的话 那所以待会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我的清单是在这上面 一种是我不要在这上面的话 怎么做 不过理论上他这个清单你说你也可以用个正列 可是如果你不想用正列 你刚才把这个清单放在很遥远的地方 应该没有任何无聊 还要去看你有没有多个清单在那边 其实也是OK的 或者是你把它隐藏起来也没问题 反正这个做法我想应该就是有很多台清单 程式其实好处就是说 他每一个人写出来的方法都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的逻辑 写出来程式一定就不一样 但是我是觉得尽量还是不要把程式越写越复杂 程式尽量越写越简单越好 像刚刚那个IE物件说真的往往路上你去搜寻 保证每一个人写出来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反而你可能最后找到都国外的资料 因为我后来发现IE物件使用方法好像国内有提供的蛮少的 即便有啦 可是写的我觉得都不是OK 或者是甚至跑都有问题的 那国外的好像有一个step flow 那个上面有啦 可是我还是要自己要知道说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否则的话可能你直接拿别的城市来跑 还是容易有错误发生 像我刚刚那个地方很多地方也是用我自己习惯的写法写 像我用for为圈 可是有很多地方都用都快为圈 当然写法不一样 看起来就觉得感觉有点不熟悉 所以我都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叙述 而且上面我都有注解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对很多地方不太熟悉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自己也再去把那个注解稍微做个增加 所以刚刚那个城市里面 这边都有 像我刚刚有提过 让城市停一下 这个叫application.wait wait几秒钟 闹指的是现在的时间 后面一个time value 因为它必须要给你不能给5秒 你不能加个5 它不是数字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时间 所以一定要time value 这个函数去帮你转 转成什么 转5秒钟的东西 转出来可能是小数点 但是那个东西我想 当然你就照着这样做 甚至你要等个一个小时的话 就把这边改一下 1 等个几分钟 几秒钟 这样就OK了 那它会怎么样 你如果你执行 程式停在那边不动了 那等到5秒钟之后 它才继续往下跑 它会有这种效果出来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要写个程式 可以停下来 然后停一段时间 再继续执行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 那个application.wait就可以了 OK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另外的话呢 application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on time方法 on time方法就是有点像闹钟 几点几分几秒做一次 OK 所以这个方法 application 都是application这个物件 application只得有excel OK 它去做控制的 你想为什么要加的 因为浏览器我刚刚讲过 浏览器它不可能说 shoot 但是每一台电脑的连线速度不一 所以至于要等多久 当然不一样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再斟酌一下 至于其他应该都看得懂吧 这个是抓列 这个是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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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就是抓裂 然后抓里面的储存格 当然如果它抓不到td 它就会抓th 但如果说它有td 它就不会抓下面这一行 像我们刚刚的四算表里面没有th 所以这一行就不会被实行到 有没有 那个四算表里面只有那个 Yahoo里面 它这个里面这个地方 才会有th 所以其实理论上这个是针对 Yahoo股市写的 理论上现在好像很多网页 通常都没有th 都是td而已 这个th用到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 不过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第七个单元 移动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做出的效果很简单 根据这个清单帮我排序 那以前的话清单 里面你要手动 移过来 有没有 甲班 然后乙班移过来 再丙班移过来 哇 那你可能要总共13个班期 你变成要移13次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像这种事情有清单 然后呢 哎 又是重复性的 你就要知道说 你写个回圈就可以了 哎 可是要怎么写 所以当你还不会 还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你可以按步骤 你可以先写什么 如果我要把甲班 移到这前面来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写一行程 那如果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 在检释里面 也可以有个什么 即时运算式窗吧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甲班移到 这个第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 我就打一个什么 那一个工作表 然后记得后面就是要打什么 这个可能就没办法 第几个了 因为他位置会变动 你不能说 哦 他现在在第13 可是他移到前面去 位置就不一样 你不能说 哦 我这边第13 点幕府 可是他这样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 这个可能要用实际的名称 就是用什么 用甲班 甲班怎么样呢 帮我移动到最前面去 OK 点怎么 有一个方法叫幕府 幕府到哪里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幕府到第一个的前面 然后第一个工作表的前面 第一个工作表怎么叙述呢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工作表就是一 的前面 的前面的话 我们前面好像有写过那个什么 应该是什么 Copy还是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before 冒号等于 OK 然后哪一个工作表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移动到 第一个的前面 OK 理论上这样写 应该理论上 好 这边我有把程式码 放到 第几个的前面 Move 应该是 第一个 Move before OK 好 没错 所以我们 如果要试的话 你可以在 简式里面 其实运算式双先打 然后打之后 按Enter看看 我要把甲斑 移动到 第一个的前面 before 第一个的前面 再第一个 所以Enter 看要不OK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这边打 他这个时候就执行 假斑在这里 如果说你再来 你希望把乙斑移到哪一个呢 应该移到 变成第二个的前面才对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 乙斑 换乙斑 乙斑 然后Move 移动到哪里 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把它放在第一个 因为你如果放在第一个 变成在甲斑 甲斑就变成在后面 所以应该放在哪一个呢 应该放在第二个 第二个的前面 就是 亥斑的前面 那不就刚好放第二个 看一下 执行 这边你可以按 直接按Enter就可以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呢 乙斑就在这里了 那再来丙斑 所以呢 你可以先在这边 为什么你想说 为什么要在这边打 其实主要目的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 构食之后 你可以再去想想看 诶 这边是不是有个规则性 诶 好像有 哪里有规则性 不变的部分是 这个都不变 有没有 会变的是在哪里 这个第一个应该 这个一配上甲斑 乙斑放在第二个 丙斑放在第三个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能够怎么样 写出一个回圈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for回圈 对不对 这个不是1到13 总共13个 for i 等于1到13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i放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我可以去抓什么 那个除成格的清单 对 所以其实 今天呢 要抓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2 2到14 那变成什么 到时候 你可能要把这个数字 再加1 ok 所以如果我用1到13来写的话 那我第一个先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甲斑的清单 我清单是放在甲斑里面 所以喔 清单的位置 是在甲斑里面的哪一个呢 i欄 所以i喔 特别说i欄里面的i列 那特别对这边你可能要怎么样 这个i因为从1开始 这边从2开始 你这边可能要加1一下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那它就变成从1 这边抓到清单 不对了 那抓到它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它丢到x 也就是说第一个 它会先抓到什么 抓到甲斑 然后把甲斑先放在x 然后这个x的话 序值x就是序值甲斑 move before 后面的话 i 那不用-1 ok 直接把它delete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自动帮我按照一个个顺序 去做排列了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按了五八 这样子 然后因为甲斑已经在第一个了 所以它理论上已经过来 乙斑也过来了 所以乙斑 乙斑过来了 再来的话 应该x就是丙斑 我看丙斑 有没有 然后丙斑的话移动到第三个位置 ok看一下丙斑移过去 丙斑移过来了 然后一直推 所以丙斑再来丁斑 ok 然后就按照这个顺序帮我 最后呢 我多贴心写一个 最后呢 跑完了 然后再帮我把游标移为再甲斑 但你这项部写没关系 只是我感觉这样会比较 整个逻辑性会比较ok 你会发现又切回到甲斑了 然后也看到清单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比对一下 然后是按照这个清单 甲斑 乙斑 最后一个是 这个亥斑 ok 没错 那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也许你们刚开始 假设不太会写的话 你可以从检视里面的即时运算视窗 你可以在这边先练习过 等到ok之后 你再去写那个回圈 所以以后当然你们可能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回圈 我发现很多同学 写回圈刚开始很痛苦 这个回圈你写很顺 为什么我们写就不是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头跟尾的位置 然后你再赋予它正确的数字就ok了 然后不过接下来的话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甲斑到亥斑是 按照怎么 左边到右 如果我现在颠倒 颠倒的话怎么办 我希望怎么样 把甲斑放在最这边 然后亥斑放在最左边 颠倒的话怎么做 其实哦 如果你要颠倒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怎么样 把这个序词I改成什么 序词I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都放在第一个 所以他会先放I 甲斑对不对 然后乙斑又把它塞到前面去 然后丙斑又把它塞 这边它一直往右边靠了 有没有 ok所以如果你这边不要改成I的话 那你执行 有没有 甲斑 乙斑 一直到亥斑 如果你把它改成I的话 那它就这样 按照那个刚刚的顺序法 甲斑到亥斑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云端上的程式是2到14 所以我看干脆把它改为一次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你可以是2到14 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可以是什么 1到13 两个方法都ok 来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